就是因为我有些朋友 在欧洲他们在招PhD 你完全不想读PhD吧 是吧现在LSPort呢 因为我是这样的 因为我现在没准备读PhD 我准备先读硕士 读硕士以后 我才能知道 我到底下一步 是要读PhD还是绝工作 OK我也觉得这样 确实好一些 你知道你们那个硕士项目 多少钱吗 4万8 美金吗 好像是 这只是学费 没有算生活费是吧 生活费都是自己搞 我知道就是说 生活费你一年 你不得花个一万 那你4万8是两年还是一年 我估计是一年 OK那也就是说 你要花10万美金 你爸妈能出息这个钱吗 OK 那你爸妈也支持你 去读这个是吧 完全支持 OK 你爸是怎么想的 你爸希望你读博吗 我爸不希望 因为读博可能就是 就一面会变窄 什么叫就一面会变窄 很多人就是读博以后 他就一面就会变得特别窄 你能理解 那边和这边的区别吗 它不是一个维度 你爸在国外待过吗 呃待过 待过不到一年吧 就好久以前 20年前吧 你们看到你对这边 没什么概念 你读博之后 就一面会变窄这个事情 呃 他显然是错的 我只能这么说 哦 所以在国内是对的不对的 可能得问一下张晓峰 我不知道 但是在美国这边 我觉得他应该是错的 哦 嗯 你爸以后有希望 你做什么行业吗 金融比较好 因为金融能赚钱 鉴于呃 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我个人想法事先进大厂 那你爸知道 这边人工作挣多少钱吗 我跟他说过 他应该是比较知道的 但是 但是以后的规划的话 我感觉你们 我感觉你们对这边看上去 没什么概念 不像 您毕竟是没生活过 你们只知道这个是吧 就差不多吧 他们反正最关心的不就是这个 那你 我跟他们说过 你跟他们是咋说的 就是说 我跟他们这么说的 就是说 呃 一天呃 做班八小时 实际上干活就干两三小时 这边没有人做八小时 没人做八小时 这边一周可能干活两三小时 或者一个月 算这么多 这么少是活呢 公司能赚钱 你看推特才圆了对吧 推特才了75% 他们不知道要运行吗 我天 他是靠一个technic一个方案 一个东西在挣钱 那个东西就是 就是广告本质 不需要很多人 他维护那个网站 只需要很少人 他上下人都在探索 一些别的方向 就是这些 财源滚滚了 已经 那这边挣钱呢 可能比你们想要的多 然后工作时间 远比你们想要的少 我了解 你爸有什么 你说怎么办 你有什么建议 我比你小四岁的时候 我就出国了 这么多年 我在国内之后 国内没有高铁 没有微信 我准备先找大厂 就是 反正我就准备 现在美国先读吧 然后看看 是不是直接找工作 还是换一个学校 他说还能再读措施 对 你是可以再读一个措施 你读完之后还可以再读 反正现在就这几个选项 要不然就直接找工作 要不然就是再读措施 要不然就是读博士 对 你也可以读博士 读博士的好处就是 就是学校会出现 你不需要出任何钱 对 你会开车吗 我驾校还没考完呢 我这个月 下个月应该能考 考下去 你们希望我提供一些建议吗 什么建议 就工作方面 觉得可以 那你要不回去跟你爸说 让你爸有空找我聊个天 不急反正 可以等你申请之后 或者 行 这没办法 这就是 没去美国生活过 这也 还是跟你爸明说的比较好吧 因为感觉你们 你们这个感觉是 感觉你们好像不太理解 这边的 something that's happening 我至少可以提供一些 你们可以自己 更好的去思考这个事情 我觉得 当然这个事情也不急了 反正你来读Muster 可能要两年 我感觉你传递的东西给他们 他们可能不一定会信 二是就是说 你传递的 你讲的东西 他们可能会到他们那儿 会变成另外一种说法 这有可能 你觉得呢 对 这有可能 就是你爸说 读博就原来变窄 这个事情 就在我看来 就不可思议 人家在美国 这是不可能的 我没有说鼓励你们 一定要读博士 我只是想告诉你们 就是一些 我词 一个误区 对 至少就是fix你们这个信息差 你们可以去更好的去思考 你们该做什么 OK 反正这个申请 今天确实也比较难 我感觉能在 中一个学校 我就蠻 但是那学校也不一定 比现在这个学校好 是吧 我感觉 我现在申请到 就是说 我申请了这么多学校 现在东北大学 是我申请的学校中最差的 就是再中一个学校 都比东北大学好 但是那个地理位置 不一定比这好 那就是地理位置 没东北好 但是它 就是学校专业比它好 就是综合 OK 我倒是可以看吧 但我可以告诉你 我的感觉是 在美国生活地理位置 蛮重要的 我这肯定 因为你在这边读书 你在异国他乡 对吧 我估计你也谁也不认识 对吧 你除了认识我们这几个 做科研的人 你认识别人吗 不认识 那你去那上课了 你可能就认识三五个朋友 你是很无聊的 对 你如果住在一个 大农村那种地方 你每天啥也干不了 你就只能去看书 然后你也没有任何 能做的事情 你就会 你过得并不一定会很开心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 这种事吧 我反正是 可能也会闷 可能反正闷 太闷的话 应该不会 就是应该感觉会不好 I see 对 因为我感觉 但感觉有些事情 大的东西 感觉你也不是很想的 很清楚的感觉 所以我跟你爸聊一聊吧 回头 行行行 你跟他说一下 让他那个 等比如说再过两周 或者我都有空 反正你就问他 跟他说他有空的时候 可以过个一周或者几天 就只好找到他有空 去跟我说一声 我跟他聊一聊 你的这个情况 今天先这样吧 你也早点休息 我要休息了 你可以去随便干点事 行行 先这样 拜拜